又到清明时 撒酒寄英烈 爷爷奶奶 我们来看你来了 寻一张历史的照片 倾抚您的容颜 翻一页尘封的史册 感知您的信念 穿越时空 见证您的传奇 战 仰望九天 致敬您的勇敢 军事纪时清明节特别节目 怀念战友 隐蔽战线英烈纪 本期播出 忠贞女节 珠峰 感知中国力量 军事纪时 这段视频记录的 是一位名叫 珠峰的女性的骨灰安放仪式 作为藏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1950年 珠峰在台湾执行任务时 遭叛徒出卖 应勇就义 永别了他挚爱的丈夫和一双儿女 历经61年的漂泊 阴魂终于归来 现在如果到台湾你去问珠峰啊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你要问他朱陈芝啊 因为陈芝这两个字 就是沙孟海给珠峰起的号 现在我们一说沙孟海 就是大书法家 大画家 珠峰曾经拜他为师 1950年台湾曾用一起轰动一时的共匪谍案 因涉及到当时官制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 所以这起案件又被称为吴石案 在当时的台湾 共产党所存的这种地下工作线有两条 一条是军 一条是郑 郑就是以吴石为首 郑是以蔡孝谦为首 吴石案应该说是国民党当时认为 在台湾发现的一个最大的共产党潜伏案件 在1950年破获了吴石案之后 当时在国民党的内部 一方面是恶手相倾 一方面又是胆战心惊 没有想到当时共产党方面 已经把力量升入到国民党的如此上层去了 以至于蒋介石当时发现了这个案件之后 他觉得对自己身边的将领简直都没法信任 朱峰是吴石案中被杀害的六位中共特工 唯一的女性 作为一名红色女特工 朱峰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她的突然离去 又给儿女留下了怎样的悲怯思念 2016年清明节前夕 为了致敬英烈 还原一个真实的朱峰 设置组辗转找到了朱峰女儿 朱晓峰的住所 有的时候穿的是旗袍 有的时候恐怕穿的是中山装 这是朱峰牺牲前与女儿朱晓峰 在山海的最后一盏合影 从照片中 她所穿着的款式新颖的旗袍 和西装外套可以看出 这是一位追求时尚 热爱生活的女性 朱峰的这一生 我觉得应该说是波澜壮阔 或者说它有点像火焰燃烧一样 燃烧到一生 朱峰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人家说他学什么 哪一门都是第一 1905年 朱峰出生在浙江宁波振海 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 这座红色的两层小楼 就是当年朱峰的旧居 1927年 从宁波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的朱峰 与陈寿青结婚 一年后 生下女儿朱小峰 1932年 陈寿青因感染霍乱去世 朱峰年仅27岁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 全国上下陷入抗战热潮 在第二任丈夫朱小光的影响下 朱峰走出家门 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红领 1937年的隆东 32岁的朱峰和丈夫朱小光 到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枝书店工作 那时正值书店从上海迁往武汉的初期 经济拮据难以运转 作为新人的朱峰 竟变卖家产 换取五百大洋 悉数全赠 之后 他辗转于上海 香港落地 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45年 朱峰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以后 朱峰他主要还是做外贸工作 他到香港之后 就开始 比如说办钱庄 开始办贸易公司 这些贸易公司表面上都是他私人的 实际上是以组织的实体的方式 在香港开办一些公司 那么朱峰当时在香港 经营这些企业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方向当然是情报工作 另外一方面 朱峰也的确是一个经营天才 其实也有就是为当时组织上筹措经费 等于有这样的任务 那么一直到解放的时候 他还是在香港 还是在从事着这样的工作 1949年9月24日 已经从事地下工作11年的朱峰 在写给丈夫朱小光的信中 表达了对六天之后 将要举行开国大典的红色首都的向往 多么有趣的地方啊 我也遥想着 只是不能去 想想而已 也许是时代的拆遣 也许是命运的选择 原本已经在香港做好移交工作 准备回家的朱峰 却突然决定去台湾 执行一项重要而又艰险的任务 1949年10月7日 朱峰给丈夫继续加信 胸尚需去局处小住 两月后 我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 这时候 个人的事情暂物放在心上 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信中朱峰以凶自称 意思就是告诉丈夫 他要去台湾执行任务 两个月后就能回来团聚 自立行间 既有对家人的思念 也有赴台的决绝 临行之前 朱峰特意带着11岁的儿子朱明 拍照留念 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时 是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级别最高的官员 朱峰赴台的任务和他密切相关 吴时当时也确实收集了很多这种情报 他急需有一个专门的通讯员到台湾去取情报回来 朱峰这一次去使命非常重大 如果他能够把这批国民党方面的部防情报带回来的话 很可能就成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支柱 台海之上危险重重 面对这样一项突如其来的任务 朱峰也曾犹豫 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11月24日 也就是朱峰动身赴台前的最后一天 他写下了给丈夫的最后一封信 此去须有几月逗留 以后有便当再写信给你 话好像很多 但到写信时却写不多少 留待见面倾谈吧 热烈地握手 留待见面倾谈 朱峰还有多少话要跟他的爱人倾谈 谁曾想这一去竟是永远不如归期 1949年11月27日 朱峰带着党富裕的任务 以陈太太的身份来到台湾 朱峰到达台湾之后 他当时只负责跟两个人联系 一方面是跟吴时联系 一方面跟蔡小潜联系 那么见面之后 就从吴时这里拿到了国民党方面的 比如说军事的部署图 部队的番号等等 把这些重要的情报 在他下一次见到老郑 也就是见到蔡小潜的时候 交给蔡小潜 他用蔡小潜通过当时地下党 一个民间地下党的通道 再送回到大陆上去 不光是台湾的一些部防的一些情况 各个军种 飞机 打炮 坦克部队 什么这些 而且大陆的留的两百万 土匪 特务的一些情报都有 1950年1月下旬 朱峰同往常一样 在约定的时间 与老郑 蔡孝贤碰头 然而这一次老郑却没有出现 只留下一张字条 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 我你外出 您不用等我了 请早日成行 窃探 窥稳及被捕 一位地下党员暴露被捕 情势危急 蔡小潜不得不暂时隐蔽 并让朱峰火速撤离 由于当时国民党方面 发现了这个重大案件的线索之后 就完全进行了海陆封锁 就不允许你再回到香港去了 你没法回了 怎么办 吴氏给他想了一个办法 让他乘军营运输机逃到舟山 从舟山在想办法 用比如走私船 或者民间的小船到大陆去 他到达舟山之后 也看到舟山这边情况也很紧张 因为国民党方面 舟山是当时跟大陆接的最近的 这样的作战前线 本来双方戒备就很严 另外一方面 又接到在台湾本岛 发现共产党地下网络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舟山那边也戒严了 这是当时舟山最具规模的一家医院 存济医院 院长顾孙谋是朱峰父亲的好友 朱峰就暂时躲避在他的家里 住在家里头 他也没有说他去干什么 他只是说他做生意 到上海去做唱片的生意 请这个顾院长帮他找一条船 院长已经帮他找到了两条小船 但是看了以后 感觉这两条小船太小 要开到这个从舟山开到上海去 这个风浪太大怕危险 他天天都到海边去到船 这些天呢 由于海上的封锁 就没有人敢出海 然而1950年2月18日 朱峰没有等来去大陆的船 却等来了逮捕他的国民党军舰 因为就在几天以前 西日的战友蔡孝贤被捕 并且很快便捷转向 无时与朱峰被悉数供出 我母亲呢 一看就知道 这是暴露了 就起身 转过身 把这个外套穿上 把这个包拎上 就准备跟他们走了 就跟他们回头 跟他们笑一笑 也就这么 就算是告别了 挺坦然的 从这张并不清晰的照片中 我们已经很难辨认出 上面那些黑色的物体 究竟是什么 但这却是朱峰被捕后 以死相拼的证据 被递捕以后 马上就在舟山就自杀 他用什么方法自杀 吞金自杀 他当时身上带有一个金锁 此外的大衣领子里面 还藏有一个旧级用的金镯子 就是说万一比如出去以后 跟什么人都失去联系了 还可以用这个金镯子 想方打通关系 现在他把这两样 就是金饰把它掰碎了 掰成了四块 然后用温水吞服 也吞开去了 吞金自杀是很痛苦的 实际就是把胃坠穿了那样的 结果他吃下去以后 第二天 这帮特务突然发现 朱峰昏明 然后就采用了给他用卸药 这样把金饰给排出去了 这张照片所记录的 就是曾被一心求死的朱峰 吞下去的金饰 为了得到更多的情报 国民党开始对朱峰 进行所谓的攻心与感化 沈志越还专门过来 给关于朱峰的事情 还给部下有指示 什么态度要和蔼 问话要策略 生活要照顾等等 就是想用软化的方式 让朱峰能够 跟国民党特务方面合作 那么这时候 国民党特务还让他一想一想 你还要家人呢 怎么怎么这些事情 你要考虑 你要是自首了的话 就可以免死 是给过朱峰这个机会 但朱峰当时坚决不敢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 如果他要自首的话 就要出卖同志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 朱峰正面对 国民党最高当局 受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的 最后宣判 此刻他心里十分明白 在栏杆那边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他两手紧握 肘部贴在木栏上 脸色有些苍白 却神情自落 经过十分钟的曹操审判 朱峰与吴时等六位一师一起 被押赴刑场 一位传奇的红色女特工 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台北凄厉的降雨中 走完了他无限热爱的人生 两天后 香港星岛日报头版刊登了标题为 轰动台湾间谍案 四要诀同被处死的新闻 直到一个月后 朱峰曾经的入党介绍人徐雪涵 才将朱峰牺牲的消息 告知他的家人 徐雪涵来跟我父亲到立屋 立建屋里头去说 谈了以后就把这个事情说了 母亲就在台湾牺牲了 说他牺牲得很应用 后来还送了一箱子他的遗物 这之后呢 那我父亲和我呢 就专程到南京去告诉我姐姐 在朱峰故居悬挂了一张他的全家符 其实由于朱峰地下工作者的身份 这个巨少离多的家庭从来没有一张真正的全家符 这是他的丈夫朱峰为了纪念王妻 请人将四人各自的画像绘号后拼凑而成的 感情呢 感情呢是非常的深的 之前呢他们在一起我并不清楚 之后我母亲去世以后 她呢就是每年都纪念 而且母亲的照片啊遗物啊 收集整理啊 那就是尽心尽意的 妈妈最久的一次和您分开大概有多久啊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您记得最后一次见妈妈是什么时候吗 什么情况吗 具体的日期都记不清楚了 我妈就十八四九年了吧 搞不清楚了 如今八十六岁的朱峰 已不能记起更多和母亲在一起的细节 除了年事已高 更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母亲工作的特殊性 她从小便与母亲分隔两地 好像七八岁吧 就就就就就分开来了 那个时候有个台湾少年团吧 主要的是去学习 直到2003年 也就是朱峰去世整整53年后 朱小峰在一本名叫老照片的杂志上 偶然翻到的一组照片 让他已经平静了半个世纪的内心 再起波澜 这是朱峰英勇就以前的最后流影 这时的朱峰面容有些憔悴 但头发却一丝不乱 目光坚定 毫无畏惧 这张照片让朱小峰对母亲的思念再也无法遏制 他开始多方打听线索 一定要找到母亲的遗骨 带他回家 朱小峰就坚决地要求要找到自己母亲的遗骨 那么这样就通过关系到台湾去找 经过很长时间的详细的调查 于是才能够最后被找到 找到之后 当然也是在运魂的过程之中 也是双方反复地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通过双方的组织 就是墓葬这方面的组织 才完成了朱峰骨灰的回归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通过这次渡少渠道千辛万苦 非常高兴 回来了 是吧 这个他被了来装心事 2011年7月 朱峰的骨灰被运回宁波镇海老家 安葬在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在外漂泊61年的朱峰 终于回家了 历史是永远有伤口的 当然大家都底是把伤口继续撕裂 还是让伤口愈合起来 我都会看到在朱峰这件事情上面 大陆和台湾双方都在努力地 在愈合历史的伤口 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对自己主义的坚持 这种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面 无论他坚持的是什么 我觉得都是值得人可敬意 2013年10月 位于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 无名英雄广场落成 在广场四周的墙壁上 倩刻着1950年牺牲在台北马场町的 八百余名隐蔽战线烈士的名字 这其中就有珠峰 他的雕像屹立在广场中央 依然傲固振振振 大陆和台北马场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